台北市長蔣王安 試乘電動輪椅 體驗行動不變者的府居生活 他來到台北市南區府居中心 和廣辭市長者生活重建中心 除了了解各市府居為不變者帶來的幫助 也練習由導盲犬帶領過馬路 感受市長者外出行走的狀況 一直以來我們市府團隊 在過去這段期間非常努力致力於 打造以人為本的社府環境 所以在去年7月17號 我們到大同區參加建成社府中心的落成啟用 今年的1月18號 我們到文山區新延的社府大樓的落成 那在5月2號的時候 我們再到內湖去參加 我們心愛住宿性長照機構的開幕 那都看到這些我們提供完善的社府設施的場域 不斷地陸陸續續地展開 所以我想我們展現的是整個市府團隊 大家有溫度的魄力以及決心 那今天我們再次來到廣辭 當然這裡除了有社會住宅 社府設施以外 剛剛談到的南區府區中心 以及視障者生活重建中心的進駐 更代表我們不只是有硬體的建制 我們更要提供軟體貼心周到好的體驗的服務 那視障者的生活重建中心 因為我上次之後 我其實有幾位很好的身障朋友 他們會不斷地跟我反映 很多在台北市生活所面臨到的挑戰跟困難 不管是搭公車等候的困難 或者日常生活起居 所以我們這次在廣辭所設的 身障者的生活重建 我們會有實體的馬路 紅綠燈 行人路口 還有模擬商店 就是讓一個模擬的情境 讓視障者到這邊體驗之後 然後看看 我們有專業的人提供相關的諮詢 心理支持 然後慢慢地讓它可以適應日常的生活 走進社區 所以這兩個中心我想是一個指標性的 第一輔具其實在29年前就開始做這個輔具的研發推廣 不論在十一住行的各種輔具的研發跟推廣 我們在29年來都非常的用心收集國內外各種的區域 那麼因為我們有很多的生長朋友 那麼現在剛好是一個老齡化的社會 也正好把這個輔具的經驗也就移轉來給我們喬照的使用 那麼這29年呢也很感謝政府單位呢 都也加入了這個輔具的租賃或者是買的一個服務 那麼我們也很高興我們第一次經驗在這邊做了一個領頭的作用 也看到政府單位呢大家都推入了都加入了 那麼這個南京輔具中心的成立是一個很不容易的事情 有這麼棒的一個場地那麼我們也很希望未來我們的台北市民 可以多多善用這樣的一個輔具的租賃或者是用購買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麼當然我們也很謝謝我們第一輔具的工作人員 我們在這一段時間大家呢用很多的心力希望把最好的呈現給大家 蔣萬市長也當場宣布福利措施包括市民使用生臟機構服務 市府除了按月提供補助也動漲家長自負額減輕生臟家庭負擔 使用社區服務設施的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者免費 預計加會1177位生臟者 我們對於生臟機構的補助除了每個月固定補助以外 我們動漲家長的自負額 減輕我們生臟家庭家長的負擔 第二我們其實對於使用生臟設施包含小作所在內 這些社區的生臟設施 我們對於低收入還有中低收入 我們讓他們免費使用 而且預計會有1177個生臟者受惠 第三我們已經規劃好 在接下來的四年我們會增加33處 社區生臟的社區服務設施 包含小作所還有身上的居住 日照等這些設施預計會增加33處 我們希望提供密度更高 更周全的社區服務 當然我要非常感謝我們所有對於社會福利政策推動的各位先進夥伴 也謝謝秦議員在內的我們台北市議會大力的支持 我們要展現的是一個有溫度的魄力 我都跟社會局同仁強調 社會福利政策的推動 看起來是對於這些弱勢生臟需要被照顧朋友提供很貼心溫柔的服務 但是很多的建制是需要魄力 是需要決斷力跟執行力 所以謝謝社會局相關局處的同仁能夠在廣思成為一個指標性的示範區 我們希望這邊的示範能夠成為一個典範 然後慢慢地擴及到台北市各個區域 南區輔居中心將家庭中的客廳、臥房、廚房及浴室打造成友善不變者環境 協助民眾做專業輔居評估與適配服務 並提供從輔居補助核定申請送件、輔居補助核銷資料收件 到長照補助核定結果核發等單一窗口的一站式服務 讓民眾省時又變利益 記者問郡台北不到